很多话说是绣球如何调蓝 其实大家一定要了解 像这种大花类的一个绣球 都具备一个调蓝的功能 它都有一个能变蓝的那种功能 你比方说咱们见到的 像万华镜 或者是像那种 画手菊 惠子小姐等等一系列的就是大家能够见到的这些 都能去调蓝那有句话说为什么我调蓝老失败呢 你们大棚里面是怎么调蓝的 我们大棚里面用的一种办法就是随缘调蓝法 我们会放着一些调蓝剂 这个蓝色就是这种缓释状的一个调蓝剂 其他的时候我们在浇水的时候 就会用一些个比较纯净的一些水 就是那种过里过的水 然后调不调出来就看天命了 有的时候会调出来渐变色 有的时候会调蓝失败 因为我们大棚里面不会很精细的去调蓝 那有的话说如何很精细的去调蓝呢 这个就要记住五个阵了 那调蓝的五字法则就是小铝甲酸林 小的话比较容易理解 就是在这个这种花芽还小的时候呢 就像现在这种形态就可以进行去调蓝了 就在小一点的时候 第二个呢要具备的就是一个调蓝剂 所谓的调蓝剂呢 里面就是必备的一个东西呢 就是硫酸铝 因为硫酸铝呢 是合成蓝色素的一个必备元素之一 第三个字呢 就是甲 因为铝和甲是合成这种花青素 也就是飞燕草素这种蓝色素的一个两种主要的一个元素啊 这是小铝甲 第四个点呢就是酸 一定要在弱酸性的一个条件下 这些个东西呢才能够去被植物吸收 去被绣球吸收 开出来蓝色的一个花朵 也就是网上经常跟大家说 酸性条件下呢会变蓝 碱性条件下就会变碱 就会变成那种粉红色 这个是有一定原因的 所以酸碱度会有一定的影响 最后一个点呢就是零元素 这个零元素呢会抑制它的一个吸收 因为很尴尬 大家也都知道开花的时候需要大量的零 而它调缆的时候需要大量的一个铝 那零元素呢会一直减元素的吸收 也就是话说理解不了 这个东西呢就是说 小孩写作业是一个道理 你给它看电视 那个零元素就像那个电视 你它一写作业 你只要一放电视它光吸收零 铝元素它就往一边去了 所以说呢小铝甲穿零 大家颠队着来 那么您可以啊 就是间隔七到十天左右来一次零肥 间隔七到十天左右来一次那种塑效调缆机 既不影响它开花 小铝甲穿零挑蓝还会难吗 觉得不错记得点个赞 我是老花衣 两花最转衣咱们下期再见 不见不散 白了